最近是渣男年龄看吗? 上周体育圈出了一个大瓜 短跑名将张培蒙被妻子张默涵 在微博发长文控诉家暴 张默涵晒出了多张自己遭遇家暴的照片 并详细讲述了张培蒙的家暴过程 他说婚前婚后都遭到家暴 就连孕妻月子哺乳妻都没逃过 每次家暴后的道歉都极其诚恳 让他选择了原谅 但正是这些宽容原谅 才让他被家暴的经历 换穿了整个婚前婚后 当被妻子问及家暴的原因 张培蒙的理由是 运动员都这样雄性极速高 不仅如此 张默涵还控诉张培蒙婚内出轨 微信里被其他异性亲迷的称作翘臀 让他躲开老婆深夜约会 甚至还有一些限制级的视频 张默涵因为发现证据抢夺手机 却被对方再度施暴 几乎白断了他的每一个手指甲 张培蒙团队很快出来澄清 否认了家暴和婚内出轨的事情 说自己没有出轨 没有家暴 没有打人 并且指责女方说谎成性 一直索取钱财 但是女方身上的伤总不能作假吧 还有验伤单和出警记录 女方在公共平台发言只为要回孩子 不关注田径的网友们 可能对张培蒙没有印象 她是一名短跑运动员 与苏炳天并称中国百米双雄 身旁的中国速度张培蒙 将完成一次关于爆发力的科学实验 但从来没有想过和飞机进行融赛 现在百米之外站在起跑线上的张培蒙 已经是非常兴奋了 人类的肌肉和机械引擎的对抗 到底谁当中最终的第一个冲过中眼线 谁赢了 你赢了 你做到了 张穆涵是一名体育主播 也是足球解说员 中国传媒大学毕业 比张培蒙小五岁 有颜值 有学历 有视野 据她的微博所说 她在结婚生子前赚钱能力比张培蒙好 收入是南方的两倍 产后70天就重回职场 两人从恋情到结婚生子 一直在公众视野中 婚礼也是办得相当隆重 我们来看一段接亲时的视频 一颗钻戒 能拍得上我对你的爱 她全生活中还是一个很平均的人 然后但是呢 当我习惯了这种生活方式以后 慢慢的 我有天真的离开她的 可能我会很不适 从现在开始 我只宠你一个 我会宠你 也不会骗你 但你的每一件事 我都会做到 跟你讲的每一句话 都是真话 不欺负你 不骂你 没骂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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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同样发生在本周 又一个渣男被锤 他就是歌手王征的老公 王征这个名字 很多人可能有些陌生 但是他唱的歌 我们都是好孩子 80后90后应该都听过 他深夜在微博发文 爆料丈夫李太妍出轨 称丈夫与一名年轻女子 2016年开始婚外恋 到如今仍在继续 据王征爆料 该年轻女子为央美硕士出身 王征的丈夫年龄都可以当他罢了 两人却保持了多年的不正当关系 即使疫情期间两人分居中美两地 依然没有中断联系 还放出了两人的大尺度照片 李太妍是一名商人 袁州庄室董事长 比王征大十岁 结果三次婚 王征是第三任妻子 王征平时都喜欢叫他大叔 在丈夫前脚 刚与王征从美国回来 后脚就订了机票去跟情人见面 作为王征多年好友的阿朵 发文鼓励他 说自己看着这个男人追了王征六年 就很感动以为对方会珍惜他 结果却是这个样子 许悉李太妍当时挖空心思 追王征六年 搞定了他身边的所有亲朋好友 才最终抱得美人归 十几年的婚姻 王征为他生育一儿一女 没想到渣男最后还是变心了 网友表示 原来爱真的是会消失的呀 阿朵